从建筑业开始,然后我将会推出简称为GTS的增长与转型计划 从我们在2017年推出了建筑业产型蓝图推出之后 政府已经大力的推动在我们的建筑环境上面来讲 做了大力的推动进行转型 而企业他们也采取了新的这种做事的方式 比如说预制、装配这种简称为DFMA 那么采用这种建筑信息的建模 那么采用这种科技 这个比例已经从17年的19%增加到2020年的39% 但这个数字还可以做到更好 我们看到了去年的建筑业面对了 一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威胁 但它现在在复苏当中 开发商、咨询、顾问公司还有承包商 他们现在了解到必须要能够大力的来提升 他们的这种生产效率 并且减少对于这种劳力密集的方式的这种依靠 增长转型计划 对于这个建筑环境也来讲 他们需要开发商能够跟他们的这种顾问 和承包商、供应商共同的合作 那么以便能够来提升他们的生态系统 或者他们的这个价值链 我们一起来就合作 能够进行转型的创新 而联盟的这种成员将能够取得 比他们这种孤军奋斗更好的结果 我们将会继续支持这个产业的复苏 我们将会继续支持这个产业的复苏